这意义就来自于我们在这个禁忌之中 享受这种有一点危险的爱情 我就觉得初梦轩因为你的角色是同志吗 是跨性别 没想到这次他又演一个同志 Noli是生理男 但是他觉得他是女生他喜欢男生 那再来就是张安健 就是我在环南时候饰演的这个角色 他是生理男 然后他是男生喜欢男生 跟大家讲一下环南时候在演什么 这部片它其实有一些穿越的元素 主要是从现代 然后在环南市场那边 导演把它设定成很像是在台北盆地的西部 他觉得很多城市的西部 然后有一个都会有一个 比如说像白木达三角洲 然后像万华区 环南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三角形 他的三角形就是有很多神奇的事情会发生 然后他就设定环南市场这边可以穿越 从那边夏彤就会穿越回去 然后经历他爸爸的青春期的烦恼 那他爸爸是谁呢 他爸爸呢非常特别 我们隆重欢迎夏腾红的爸爸 今天有来到现场 是谁是谁 大家好我是夏腾红的爸爸 我是宋伯惟 我在戏里面饰演的是陈宝定 所以是可以破梗的 对啊 因为一开始就 反正我是饰演这个爸爸年轻的时候 等于他们有两个时空 中间是隔30年吗 然后他就去看你的高中时期 对 然后就意外的发现爸爸的秘密 秘密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就是原来他爸爸是同志 那个年代好像真的蛮多男童性恋回去结婚的 那个年代吗 嗯 对啊 就是像女朋友男朋友也是啊 嗯 然后因为一些社会眼光或是怎么样 然后有这个想要 需要完成这个家庭的任务 嗯 所以执行了 转中接代 对 所以执行了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这也是 这部这个剧本很吸引我的部分 哦 就是 呃 我们对爸爸都会有一个 依靠 或是对父母都会有这种依靠啊 很坚强啊的这种 印象 像是靠山的感觉 对对对 但是他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妈妈 他们也有他们很脆弱的那一面 嗯 他们也有他们感情上的 可能也有感情上的挣扎 在年少的时候 嗯 所以如果真的可以这样穿越回去 然后跟我爸 嗯 变成好朋友 然后听我爸讲他的秘密 嗯 看我爸 谈恋爱 我觉得是非常酷的一件事情 可是我在看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 就是他穿越回去 然后发现自己爸爸是 同事的时候 他好像也没有很意外 我自己有一些看法就是 呃 如果要从夏腾红这个角色看过去的话 我觉得他是一个现代人的代表 我觉得现代人都越来越随和 就是哎 我这样也好 嗯 我那样也好 那我回到过去了 啊这样也好 那样也好 因为他已经进入一个超时空的世界了 那过去这个时代的人是谁呢 就是宝定 嗯 因为过去时代的人身上背负很多东西 宝定就是宋伯伟演的角色 对对 就是夏腾红的爸爸 是啊 嗯 对他背负了很多东西 他们家里是做宫廟的 然后他自己就是是 他是机身 如果他再爱上男生的话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阻碍 其实我觉得导演想要分享很多事情 是这个时代给带给人们的限制 他们是从那个历史 历史时间点的起点 嗯 就是因为有这样子轰轰烈烈的爱 才会有现在这个时代的美好 但如果发生到我身上我是会很震惊啦 确实 我觉得我也会 一定会的 而且震惊完了之后你们有什么反应 如果你的爸爸是gag 震惊完了之后开始找我妈吧 我我只会问他一句话就是说 我就会问他你有爱我吗 有 好那没事 我可能会问他说那你有爱我妈吗 你们怎么去理解当时的 哦 风气开放的状态 我自己就是 因为从Noli开始 我就就是要去自己做功课 嗯 对我要练习去了解这些事情 因为我不了解这些脉络的话 我没有办法好好的把他的心情 表达出来 嗯 在解言之前的时代是更封闭的 就是很多事情是 我甚至不能说 但是解言之后相对自由的这个时代里面 然后一直演进到就是两性平等 嗯 然后一直演进到就是 呃 同婚通过了 嗯 就是这一段的进程里面 他 呃 他其实是一个很挣扎的过程 我查到一些资料是 我有看到 有有有一个同志他很勇敢 就是他去拍 那个 就是男生跟男生的结婚照 在解言之后 也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 嗯 就是一直到现在才有办法 就是这么自然的去接受这些事情 我觉得那个时代压力到底要有多大 嗯 你知道吗 我到前几年 即便我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都已经出柜出道乱七八糟 没有再隐藏什么 我做梦的时候 我都还有梦过 我在假结婚 办了一个婚礼跟女生 然后一直在担心说 哇 被拆穿 那就是中年的保定啊 没错 我觉得那个时候80末90初是一个很生猛的年代 嗯 在台湾 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都突然有了可能性 刚刚有提到说 你的戏里面的角色是机身 嗯 就是这个身份是不能够 对 非常 嗯 然后 其实这也是有真实案例的 哦 就是 呃 我们在开始之前 导演有帮我们请一个民俗老师 嗯 来教我们一些起嫁 护嫁 嗯 退嫁 嗯 的一些动作 细节 然后 他其实也有跟我们分享这样的故事 嗯 然后他也有说 呃 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 有 探索 性向这件事情 嗯 在整个这个文化里面 是非常 背负非常大的 压力的 他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分享 其实是他自己的一个真实案例 演鸡童 你要 受什么样的训练 我去揣摩王爷的步伐 嗯 以及他使用的法器 然后到 呃 退嫁时的一些精神状态 那需要晋身吗 我们老师有帮我们去开 去寝室生命 嗯 然后 最后是吃素 然后大概一天 呃 但也是因为我们有博博 然后有跟他们说 我们是为了拍戏需求 嗯 就是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因为包括我们也有开脸 嗯 然后我们也有 钻 神桌底下 嗯 对 这都是需要去寝室的 我本来不知道什么叫做开脸 近距离看的那张脸谱 其实你真的会 感叹 呃 会赞叹这个 记忆的 珍贵 嗯 但我看的不是脸谱了 我看的是出梦轩的手 手臂 放在你的 手臂吗 哈哈哈 放在你的腰间啊 对 近距离的观赏这种 希腊雕塑般的身材 也是 超 相当神圣的一件事情 没有没有没有 真的没有这样 但你很壮 呃 我如果有工作的话 会变壮 嗯 对 但是如果是我平常生活的话 我就是 会去打打排球什么的 就没有 那么认真在健身 所以现在是属于壮 还是不壮的状态 现在是中间 嗯 就是 如果我现在做 一些冲鞋的动作 就伏地挺身啊 或什么的 快点 出梦轩冲鞋给我们看 哈哈 我有教宋伯伟啊 嗯 对我有教他 就是因为他有时候 会有一些需求的时候 比如说 什么需求 对 工作需求 就是他 他工作想要达到 怎么样的体态 我按照你的需求 我帮你做 呃 给你几个动作 然后这些动作 你要去把它完成 你就可以在很短时间内 变成你想要的体态 所以你是很专业的健身人 我大学的时候 是学运动防护 嗯 然后运动防护员 这件事情是要包含训练 然后包含救护 宋伟的身材是 哪一种类型 黑的教育 有什么选项吗 有什么选项吗 他像他就是很健壮嘛 OK 有的是 可能是薄片机 哦 夏腾红是薄片机 我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直男的身材 29岁的直男 嗯 就像黑的教育里面这样 现在比较再壮一点了 建宗学生是 同志的身份 这好像也很冲突 冲突吗 因为是好学生嘛 自优生 这个是 我觉得这一方面 其实跟天桥上的魔术 是里面Noli蛮像的 嗯 对 但是他们两个的 他们两个启动机制不太一样 Noli是为了想要让别人 看到他有很多长处 他有很多厉害的地方 嗯 让别人不会把焦点 注意到他 是不是喜欢男生 这件事情上面 但是 对于张安健来说 张安健他是一个 极度渴望认识自己的人 他想要认识 这个世界 他对世界充满好奇 所以我 完全可以理解 他为什么会那么聪明 是因为 所有事情他都要 了解得很透彻 嗯 然后直到他了解他自己 喜欢男生 他喜欢男生 但是他在那个年代 他很勇敢 嗯 他很勇敢的去追求他的爱 嗯 对 他是一个非常 非常 爱保定的人 如果保定不爱他的话 这个世界就要崩塌了 我对 我对孟轩一开始的印象也是 因为我想说他 他是运动出身的 嗯 算是运动相关出身的 嗯 然后 嗯 我想他应该是一个满自律的人 maybe平常有在影控 所以我一开始会觉得 对他第一印象想说 哇 是不是会有点严谨 会不会有点无聊 然后到真的跟他一起合作的时候 才发现 哦不会 他其实蛮臭的 然后 呃 是一个暖男 非常 就是早上会 问大家要不要喝咖啡 要不要帮我买早餐 嗯 然后 就算说不要 然后他下午 欸 还是会变出一些简单的零食 帮大家补充点热量 或是电解质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很认真很有气质的男生 有 你什么星座啊 我金牛座 嗯 好 问了也没有什么 哈哈哈哈 没有惊喜 对啊 但是现在很多人都说我不像金牛座 假设说他今天是 他如果回答我说 哦他是巨蟹座 我觉得哦 因为你刚刚说暖男嘛 哦 然后触碰去你的眼睫毛 有够长对不对 哦 有够长 我上次 有一次也是专访到一半 我真的忍不住 我就是跟他说 欸你眼睫毛真的好长 而且他转 头转的角度 会影响到我们看到他的 睫毛的长度 就渣疤渣疤的 哈哈哈哈 渣疤渣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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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有声哦 有声词 好我们来聊一下你们两位在 戏里面的感情关系 我们共同看到了 一种未来 然后一个人想要去追寻 嗯 一个人选择留下来 呃 暗于现状 但其实有时候留下来的人 才是 承受 蛮多痛苦的人 他们是好朋友 那 呃 兄弟啊 是 然后什么时候 感情慢慢的 变成 情爱关系 保定他其实一直都没有 没有特别确定 因为他 他展现出很多 可以让人观察到的 一种状态就是 他不断在探索 嗯 他不是一个很确定的 可是你可以 如果大家可以从 张安健的感觉 看出来 或者是他一些动作 就很知道 他很确定他爱的是保定 嗯 他很确定他喜欢男生 还有刘永辉 真正的刘永辉 对他做了什么 嗯 然后让他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 导致保定最后没有选择我 嗯 听不懂的 自己去戏院看啊 不要破梗 对一定要去戏院看 刘永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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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部戏里面 占了非常非常重的分量 对 而且我 非常非常重 但从我到尾都没有出现过 对 厉害了吧 厉害了吧 好我觉得看过电影的人 可能就会知道 楚梦勋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 他们两个的恋情 演到电影的后段 就啪啪了 是 爸爸妈妈知道了 他们三个家长 其实对于 这件事情的态度 是各自不一样的 对 大家可以到电影院里去比较 爸爸妈妈他们的态度 我觉得很有趣 我自己在那个年代 我没有念建宗啦 但是我也是属于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那个年代 同性等于变态 我那时候有一个很好的高中同学 那我们的感情就是好到 没有像你们那样啦 因为当事人之一 就我同学 他是直男嘛 所以他不会跟我有感情上面 爱情上面的互动 所以不像你们在戏里面这样子 然后他有一个女朋友 去为我跟他男朋友之间的感情 然后曾经讲过很重的话 他就是说 祝你得艾滋病 哇 我靠 这个那个年代 就是同性等于艾滋病 艾滋病等于 我刚刚太惊讶了 然后我刚好提到 开脸 那那个意义是什么 那个在戏里面 他其实是一个禁忌 因为我不能 我可以画 保定可以 他是神明的 有机身的这个身份 但是安建不行 那这个意义就在于 安建想要 跟我有这么近距离的接触 所以他一直掳我 叫我陪他做这件事情 保定也很想 可是他觉得很危险 就是如果被爸爸看到怎么办 所以他就偷偷带他回去 然后他们偷偷在房间 偷偷把颜料打开 偷偷开始磨颜料 偷偷把笔拿出来 偷偷把衣服脱掉 然后偷偷的沾上了那个颜料之后 开始画他的脸 这意义就来自于 我们在这个禁忌之中 享受这种 有一点危险的爱情 好 我先形容他的眼神 他的眼神就是 他原本眼睛就很大了 可是我们平常看到 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 遇到宋伯伟 他的眼睛是不会长那么大的 因为他平常就是很chill 他就是走路的时候都 都会眼睛都会没有长那么开 但是他在看我 在画我 那现在是有开吗 我现在大概63% 对 现在大概开63 63到68之前 那100%是长怎样 对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差很多 非常专注的眼神 看着我的那个时候 哇 那个电流的电量 真的是强到不行 有被电到吗 有啊 有 绝对 如果有人这么近 跟他对演的话 绝对会被电到 那宋伯伟有被 初梦轩电到吗 有啊 他就用那种小小奶狗的眼神 看着你 嗯 我们认为就是情欲比较多的 是澡堂洗澡啦 哦 但 所以说这些跟我很有共感嘛 嗯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们是三个男生 嗯 假的我是A 然后 跟我比较好的是B OK B跟C都跟我还不错 对 但是后来 我就因为嫉妒心 而讨厌了C 哦 因为我喜欢了B 因为高中生 那时候还不能够骑摩托车嘛 是 那 那个B 就骑了一台很帅气的 打档车 哦 一个礼拜上课五天 是 那他就是 我又很开心他会 送我放学回家 哦 可是因为有C 哦 哇 就要分割 就是 一三五在你 二四在他 二四六在他 類似 哦 真的假的 我啦 就想要占有嘛 对 就觉得 为什么要 在C回家 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吃醋 嫉妒 嗯 就发现 哎 感情 我开始 不一样了 嗯 哦 那在那个年代就 非常非常的罪恶 而且一直 说服我自己说 啊我们就是 知己 就是兄弟的感情 所以你那时候也 不敢肯定 这件事情 呃 不想面对跟接受 那你们有想过要删帖吗 哦 那时候 还要你用贴这个词 哈哈哈 当然 诶 我很classic 我很认真的在讲骑摩托车 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耶 哦 哦 那C 那你觉得C 什么时候观察到的 观察到什么 就是你跟B的 我讨厌他吗 对 我们本来三个人就是好朋友 是 哦 只是后来因为 我发现 呃 B对C很好 但他们的好是 兄弟之间的 妈 但我们就出现那种 小女生的嫉妒啊 是 是 那最后呢 就是 呃 最后B归于谁 哈哈 哇 C又不是同志 哦 哦 诶我发现 我很喜欢跟宋伯伟做访问 因为你会 很投入的跟我聊天 没有这故事 上次也是这样 这故事可以发展成千百种可能性 我真的很好奇 我这故事很好听 真的吗 对啊 想听 最后 高三要毕业了 是 啊 通常要 给大家去准备文书架的时间 所以我们可能 五月就已经不用去学校了 嗯 我就很痛苦啊 因为我每天都看不到我的 B 哈哈 是 B发现我对他的感情 开始出现 变化的时候 哦 开始有点 防备 退缩 哦 而且我那时候很drama 哦 就还有做过 为爱做的啥事这样 哦可能情绪来了 然后就做一些 伤害自己的事情 啊 在高中的时候 哦 啊他知道了 知道 就是为了要让他知道啊 哦 吵架 然后在打电话的时候就 对 他就马上从他家骑摩托车 冲来我家 哇 那他很care你啊 哎呦还好 哈哈哈 OK 當下当然觉得 哦一方面因为吵架生气 另一方面又有你讲的这种 哦他很care我 嗯 那你就是要 觉得被重视而开心嘛 好 但其实这件事情 对于两个人之间的友情是伤害的 哦 嗯 哇 再见面就是大学联考的那一天 然后我走进 好青春的故事哦 真的 然后走进考场的时候就看到 远远的就看到他坐在窗户旁边 是 然后我们四目交接之后 他的动作是这样子 他看到我了哦 嗯 然后他就 啊 哇 哇 视而不见 心碎 怜怜待幸 嗯 然后那一天是我生日 大学联考的第一天是我生日 哇好衰哦 哇 但我那时候心里面的怀抱 嗯 我应该会有什么生日惊喜吧 嗯哼 没有考完一整天 他都没有跟我讲话 大概惊喜就是这样 还傻傻的想说 嗯那回到家晚上 搞不好会 有生日蛋糕啊 会不会有 他就出现了这样 哇 没有大概十点 多 我就崩溃了 所以我大学联考考的超烂的 这样你 你后来有什么很 你有很难过的一段 很长一段时间吗 有啊 哦 嗯 然后他没考上 嗯 第二年 他重考考上了 我们同一个学校的不同系 哈 然后 你们之间的纠葛 哈哈 又要开始了 我大儿的时候我们就是 系上办了一个 类似像 系展 嗯 啊我们就要去顾摊位啊 是 他就出现了 嗯 就很尴尬 嗯 那有讲 有讲话吗 后来 嗯 好像点头 但是我那时候对于 他是很念念不忘的 那个念念不忘一直到 我后来大学毕业 然后出社会 到了有脸书的时候 我都还去Google跟FB搜寻这个人 你有去他的开心农场拔他的菜吗 没有 哈哈哈 但是我找到他之后 我想了两天我想我要加他 哈 你加了吗 加了 他没有回复 欸你讲故事 你讲故事很厉害喔 怎样 你很喜欢留一些伏笔给他提问 而且我发现啊 你后面三个工作人员也听得蛮认真的耶 哈哈 你很喜欢就是 OK我最近故事是好听的 你很喜欢讲到一般说 我就看他的脸书 你就不讲了 你为什么不讲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会问说加了吗 然后我们就会问说加了吗 他进广告啊 哈哈哈 然后你还会说加了 嗯 然后你又不讲了 哈哈哈 所以我应该要一次讲完对不对 对 你们在没见面的这段时间里 他在脑 他在头脑里脑补了很多事情 我觉得 你说他吗 没有吧 因为他应该就把我delete掉了吧 我觉得有如果有误会的话 应该就要解开啊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 可是 那个误会 那个误会从开始了之后 就是因为你们没有交集 所以他不断越来越扩大 那你们后来有同学会这种东西吗 有 那你有探听过吗 那我们同学会就是很清楚的 只要有找他就不会找我 哦 进展成这样 对啊 然后我去讲他脸书的时候 已经是很久以后了 已经 他已经是两个小孩的爸爸 哇 嗯 然后他们也没有回复嘛 我就发了私讯 嗯 真的 这可以说吗 真的你有发私讯给他 我有发私讯给他 你打什么 欣赏你流浪像是种信仰 哈哈 还在脸面概性 欣赏你流浪 哈哈哈 继续唱下去啊 像是种信仰 哦 鼻子好晒晒 嗯 反正我就是 写了一段讯息 曾经对你造成过的困扰 我觉得很抱歉 哦 那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也许我曾经喜欢过你 但是 哦 我现在都已经 不知道男朋友交到第几个了 你是我青春时期的 只是一个单恋的对象 嗯 所以已经没有那个情愫在了 嗯 那我就觉得 嗯 我还是希望 感情上面是可以有联系的 就是大家还是可以当同学 是 哦 没回呢 哇 嗯 这位我们聊了大概20分钟的这个朋友 就是如果你有听这一集的话 希望 五月三十一 哈哈 华南时候 现在 就是对的时候 我没有料到 在节目中会 讲这一段故事 好听啦 好听 嗯 太好听了 太好听了 你们在电影里面有那个 骑摩托车 抽钥匙嘛 对不对 在那个时期真的 摩托车是好重要的一个 那时候的交友软体 嗯 我出摩轩讲的不错 真的假的 他在你的时候 你是可以把 手放在前面的口袋的啊 你说 你是说后座那个人 把手放在前座那个人的口袋里面吗 对啊 哦 我以前是这样的耶 哎呦 总而言之 桓南时候非常好看 然后 我觉得 戏里面也有很多的台词 属于 金句型 像 呃 保定有一句话说 哦 我就是喜欢张安健 他对我好 为什么不能接受他 嗯 这个很棒 嗯 就是有一种 韧性加勇气 是 还有呃 如果我不能做自己 穿上制服 我只是在假装另外一个人吗 对 这句太棒了 你们编剧真的很厉害耶 然后我转头 对他说出的这句 最经典的话 就是你觉得这个时代会接受我们吗 嗯 哇 我想到我觉得很难过 我那时候 呃 那时候就是我记得纪录片有拍到 其实我那时候是真的好难过 就是 我讲完这些话 可是 已经卡了 嗯 我在走回来的路上 我 哭得好难过 我真的觉得 哇 我那时候就真的就是张安健啊 嗯 嘿嘿 你是啦 你要卫生纸 你要哭了吗 真的 还没还没 给他卫生纸 没有没有啦 什么时候上映呢 5月31 嗯 嗯 好 请大家到戏院去捧场这一部 欸 本人 我一推再推的电影 《华南时候》 今天非常谢谢宋伯伟跟初梦轩来到 哇 有事吗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继续在 YouTube还有各大Podcast平台上面 追踪订阅我们 下次见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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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